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们来学折一只猛版孙悟空 可以发个指猴子的教学视频吗? 可以啊 我选择来折这只猛版孙悟空 不仅因为它很可爱 还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CP作品 我想带着你们用照着CP图折的方法来折一个作品 这个就是这只猛版孙悟空的CP图 我画的时候为了方便就把这张CP图画成了1比3的大小 那实际上这只猛版孙悟空应该要用半张A4纸的大小来折 也就是说实际上用的纸是比CP图长一点的 长的部分呢就在这下边尾巴的部分 你们在脑海里把这块尾巴延长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开始吧 折这只孙悟空呢我用的是文艺良品的纸 需要用到半张A4纸的大小 也就是1比2根号2的比例 我这张纸呢就是4.6厘米乘15厘米的纸 大家就照着萤幕右侧的CP图来折 一开始先把左侧的这两个45度的折痕给确定 之后呢参照这两个折痕 折出一些横向的折痕 接下来就是需要照着CP图把上面的折痕全都给折出来 红色的代表扇线也就是凸出来的 蓝色代表骨线也就是凹下去的 那我现在捏的折痕全都是凹下去的骨线 等一会儿聚合的时候我再把这些折痕按照它们的风骨来折 要这些乎的折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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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